您好,这里是张联视野 停电风暴导致中国的特斯拉和苹果在中国都停产了 很多地方的市民甚至抱怨 他们的街头红绿灯也因为没有电而不亮了 结果可能造成了很多车祸 起码造成了很多危险 因为现在中国的司机们已经不知道如何面对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 另外更可悲的是东北有一些地方电梯甚至都没电 要知道最近这几十年来 中共不遗余力的强行推动城市化 甚至强行把农民的房子给拆了 迫使他们住在小城镇里 而同时中共有想方设法让小城镇的居民转移到大中城市里来居住 以至于现在中国的高楼恐怕是全世界最多的 可以想象这些高楼一旦没有了电 那将是一幅怎样悲惨的景象 比如说你住个八层楼十层楼 甚至二十层楼 没有电你怎么能上得去那楼梯 尤其是对于老人而言 要想爬个二三十层的楼梯 那简直是要了他的命 所以说呢 中国无论干什么都是胡作非为 都给人们造成激烈的痛苦 目前的停电风暴还在席卷整个中国 尽管各界都叫苦不迭 尤其是工厂组 但是中共仍然一意孤行 现在就连特斯拉和苹果公司的生产线都不得不停产 因为富士康不仅是苹果在中国的最重要的代工厂 同时还为特斯拉提供大量的零部件代工 也是就是说是一个中国名列前茅的供应商 但是呢 它位于在中国昆山的工厂日前宣布 从礼拜天到礼拜五暂停生产 从而响应中国的这个限电政策 减少工业用电 这实在是太滑稽了 这实际上给了这个苹果公司 还有这个特斯拉公司一个明确的警告 你们不能再在中国待下去了 否则的话呢 不知道什么样的打击会降临在你们头上 中国的这场突如其来的停电风暴呢 除了煤价太高 电价太低 发电厂不愿发电之外呢 现在看来主要的因素呢 还是中南海的决策 虽然我得到的消息表明呢 中国的这个煤炭价格 电煤价格 就是供电 就是所需要的那个发电厂烧的这个煤炭价格呢 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呢 价格呢 还只有五百块钱一灯 但是现在已经上涨到一千四百块钱一灯 也就是上涨了将近三倍 但是中南海的决策呢 恐怕还是更关键的因素 因为如果中南海 就是说呢 不想停电限电的话 那么他只要放开电价就OK了 从各地的这个 中共各省各城市的限电会议所传达出来的信息 表明呢 好像中共限电呢 是为了淘汰落后产能 尤其是呢 淘汰那些耗电严重的落后产能 而且呢 一个新的说法呢 说这个是上级的精神 说不能把这个碳排放和污染都留给中国 而把这个产品呢 都送到美国 让美国呢 能够这个降低物价 这看起来好像很有针对性 因为呢 疫情呢 这个全世界的生产和物流呢 都受到伤害 尤其是供应链问题呢 已经成为在疫情中苦苦挣扎的各国政府的主要问题 比如美国的物价 最近这一两年来呢 一直在上升 让美联储也好 让美国政府也好 都心惊肉跳 因为他们现在处在两难之中 如果要是提高利率吧 那就会损害美国的经济复苏 如果放任物价上涨吧 又怕这个人民怨声载道 所以说呢 这个美国政府两头为难 尤其是最近一年多来 这个美国的房地产价格直线上升 就是独栋房子 也就是耗时的价格呢 大概已经升了30%左右 各个地方参差不起 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与供应链危机有关 因为我听一些跟建筑业打交道的朋友说 各种建筑材料的价格都猛涨 比如说有的水泥板的价格都翻了好几倍 让那些建筑商痛苦不堪 因为本来呢 这个物价猛烈上涨 那个房价猛烈上涨 这个就是说建筑商那是发大财的机会 他们应该拼命的开工才是 但是呢 现在呢 一来是这个供应链导致的这个建筑材料价格上升 包括木材 煤炭玻璃什么的 另外呢 人工呢 现在那个成本也在上升 因为很多美国人宁愿领这个疫情救助 也不愿意去做辛苦的工作 而且政府呢 给的钱呢 确实太多了 拜登政府呢 为了缓解供应链的危机呢 和这个就是促进全球性的人员和商品的流行呢 甚至冒着疫情再次输入美国的危险 放宽了33国人进入中国的 进入美国的这个入境标准 尤其是放开了中国人的入境标准 也就是说呢 现在美国与这33个国家的这个商业来往 商务考察或者签订商业合同 比以前呢 要更容易多了 不像这个几个月前呢 很多人想来美国一趟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呢 现在呢 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局 那就是中南海呢 铁了心的要跟白宫对着干 你美国白宫政府 美国政府不是要这个降低物价吗 想要这个解决供应链问题吗 我中国就专门制造障碍 就是说呢 提高你的这个物价 我就说呢 我故意的让中国停产 所以说中国这场大面积的停电呢 采用的呢 几乎就是中国式的这个 兼闭亲野的战术 这个什么叫兼闭亲野呢 就是说宁可杀敌一千 自损一万 也要继续干下去 这个呢 实际上是中国生制兵法的战略思想 近代中国呢 最著名的战略呢 就是国民党 在这个抗战的时候 八年抗战的时候呢 炸开了黄河的这个花园口 企图呢 用滔滔的这个黄河水来阻挡日军 来淹死日军 结果后来呢 就是说呢 查证呢 总共的淹死了两个日本军人 而河南人民被淹死的到有几十万 尤其还有几百万人 就是家产呀 房子呀 庄稼呀 都被洪水淹没 这个国民党蒋介石 用淹死两个敌人 自损几十万人的战国 创造了一个中国式的奇迹 也就是说呢 这个就相当于就是说呢 跟敌人同归于尽 而且呢 付出更多代价于敌人同归于尽 所以说这一回中共这个大连级陷建呢 估计效果呢 也跟花园口决题差不多 不过呢 这个苹果呢 特斯拉呢 显然不是低端 而且呢 也不是高耗能产业 因为这两家公司呢 都非常 这个讲究能耗 比如说特斯拉的这个老总马斯克 本来呢 有意于投资 这个比特币 但是后来听说比特币 消耗的电力太多 就停止了投入 但是现在中国各地呢 趁机呢 也给这个 苹果 特斯拉 特斯拉断电 实际上呢 甚至一个礼拜只供应一天的电 这显然是对美的精准打击 因为毕竟呢 特斯拉也好 苹果也好 它的主要的供应市场是美国和欧洲的消费者 现在呢 他们这个 处在这个停产状态呢 那肯定会导致美国的这个苹果呀 或者特斯拉的价格涨上去 也就是说呢 这就是使得这个目前的美国和欧洲面临的供应链危机能更加严重 其实所谓中国的世界工厂呢 就是中国农民工为全世界做牛做马 干最长最苦最累的加工活 但是呢 现在中南海呢 要中国人民长志气 不干了 看西方怎么办 这种行为呢 实际上就类似于呢 习近平作为中国农民工的总工头 下令呢 共产党领导全国的农民工进行一次总罢工 通过呢 用这种示威的方式呢 企图呢 给美国欧洲以沉重的打击 其实呢 这个呢 应该是符合自由世界的意愿的 因为本来自由世界呢 最近两年来 三年来都在考虑供应链的这个去中国化 也就是说呢 让中国退出这个全球的这个经济圈 也就是排除中国的角色 因为印度啊 印尼啊 孟加拉国等拥有比中国多几倍的年轻劳动力 而且呢 这些劳动力其实效率更高 完全可以取代中国的农民工 因为中国农民工呢 是全世界最愚昧的劳动力群体 所以说呢 想要他们提高性率 那是效率呢 是不可能的 目前呢 西方之所以无法摆脱中国的这个供应链 摆脱中国的这个提供的廉价工业品呢 主要是因为疫情 现在还需要 但是将来肯定是不打算再需要中国的劳动力了 所以呢 习近平呢 就想抓住这个机会 给美国欧洲以沉重打击 但是呢 现在中国这么一闹呢 可能要彻底 使中国退出全球的经济大线环 只能回到毛泽东的这个时代 也就是说搞治理更生 等到这一波这个危机过去以后呢 西方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供应链 已经跟印度印尼或者墨西哥 或者第三世界其他国家建立了 这个供应关系以后呢 就将来就不会再需要中国的产品 所以中国只能就是说呢 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 但是中国能生产什么呢 讲白了 中国的生产 其实都是组装 就连圆珠鼻 中国几年前 刚刚呢 取得突破通过几十年中科院科学家的努力奋斗 日业奋斗 领了无数的加班费 可能动员了几千人 几万名科学家 在全国各地协同 最后呢 终于攻破了那个 圆珠鼻的那个 这个鼻芯的生产 就是那个小小的星球 那个小星的 那个几十年前 瑞士人 英国人 荷兰人 美国人都会生产的 最后呢 终于攻破了 中国人始终没有攻破 以至于后来香港 澳门都能生产 中国人还是攻破 大概我估计 讲是攻破 其实是从澳门 从香港 剽窃到了 成功剽窃到了 这个圆珠鼻鼻芯的生产技术 但是呢 到现在为止 中国的技术 还不能生产 那个圆珠鼻的帽子 就是那个鼻芯 套着那个外面的那个圈圈 到现在中国都不能生产 所以说你说 你这样的工业水平 你能造啥呀 如果没有美元 从世界各地 买来各种各样 重要的部件 或者先进的 比如说发动机呀 圆珠鼻帽子呀等等 中国连圆珠鼻都生产不出来 中国恐怕最终 要回到毛笔时代 而且呢 现在呢 想回到毛泽东时代呢 还有一些现实的困难 因为最近几十年来的 中共不遗余力地 破坏土地土壤 把环境都给污染了 导致呢 现在的农田呢 如果要是回到 毛泽东时代的话 恐怕生产不出来 那时候多的粮食 但现在的人口呢 又比毛泽东时代多了一倍 那时候只有七亿 现在已经达到十亿了 那这十四亿人 靠什么维生呢 恐怕很多人 都要回到饥饿时代 饥荒和内战呢 在中国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不过呢 我在这个结束今天早晨的 这个在网络上的这个浏览之后呢 我心里面还老记着一个五毛的心理论 这个五毛的最心理论非常逗人 五毛说呢 电是西方的阴谋 说没有电 中国五千年文明照样灿烂辉煌 而且呢 用自然光呢 说更健康 现在看来呢 中国要回到那个时代了 现在呢 已经有东北人抱怨 说霉电导致手机无法充电 甚至呢 商铺得用蜡烛 OK 那就让中国人用自然光吧 本来呢 中国这个文化呢 与西方文明就格格不入 的确不应该用电脑 不应该用手机 也不应该用电 而应该回到自然光时代